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個節目會和大家討論在英國買樓退稅的問題 不少香港人來到英國都會選擇買樓 自住也好投資也好都是不錯的選擇 買樓當然要付離隱稅 英國就叫SDLT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些情況下 這個給的離隱稅是有機會退回呢? 我自己這方面就不在行 所以請了我的朋友Eric和大家一起說說 Eric 你好 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了 聽到了 大家好 我是Eric 是做Tex Consultant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播過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有什麼情況下可以退回英國物業引發稅的 這次這段影片就講一講我們做過的個案 大家有多些東西了解 這集的內容就有 因為物業不適合居住而獲得退稅的實例 公司持有物業 怎麼才獲得退稅呢? 賣出了香港物業之後才賣入英國物業 仍然可以獲得退稅的例子 還有 最近香港廢除了辣椒稅 原來在某些情況下 是會有利英國未退稅的 我稍後就會講一講兩者有什麼關係 最後還會分享了 預期申請獲批的成功案例 嗯 一定要聽清楚了 特別對於一個香港廢除辣稅 居然和英國物業退稅有關 我完全沒有想到 好了 現在首先重溫英國物業引花稅 究竟是怎樣計算的 還有有什麼情況之後退化 英國物業引花稅第一部分就是基本稅率 25萬磅以下是不需要付的 25萬磅至92萬5千磅就要付5% 如果是第二物業或者公司持有 就要付樓價3%的第二物業引花稅 如果海外買家就要付2%的海外買家引花稅 那是有三種情況可以退回引花稅的 但是基本稅率呢 大部分情況之下都不能退的了 所以也不討論這個部分 那第一種可以退稅的情況就是 如果物業是不適合居住 那不管是公司持有或者是個人持有 都可以退回第二物業引花稅 和海外賣家引花稅的 第二種情況就是三年之內更換自住物業 那不管是買入英國物業之後 才出售前自住物業 或者是已經賣出了前自住物業之後 才賣英國物業 其實都可以退回第二物業引花稅的 那有些人都會問 前自住物業是不是一定要擁有的 如果租又行不行的呢 那答案是前自住物業不一定要擁有的 同一個單位租超過七年 都可以界定為前自住物業 那就是說如果你買入英國自住物業的目的 是更換你之前租的物業 但是因為有其他的投資物業 即是俗稱雙租族 而令到你需要付第二物業引花稅的話 其實都可以申請退稅的 那另外我剛才說過了 香港最近廢除了辣椒稅 那最近呢 我的客戶就因為稅務的考慮 都開始在部署 將自己的香港物業 轉名給家人 或者公司持有 其實呢 只要香港的自住物業 再不是你個人 或者陪有持有的話 那就是說脫了名了 那其實都符合賣出前自住物業的定義的 就可以退回英國物業的第二物引花稅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更多的香港人可以符合 以更換自住物業為理由退稅的條件 原來是說沒有聽人說的 都不知道 原來租七年都可以當自住物業 還有一顆名都算賣了 是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希望這裡可以把這個信息分享給大家 那最後 那如果你是買入英國物業前後一年之內 其中的連續365天 住滿英國183天 那都可以退回海外買家印花稅的 那現在我就說一說 以不適合居住為理由 申請退稅的情況 那如果物業的狀態是影響住戶的安全和健康 那其實就可以界定為不適合居住的 那就可以和稅局就申請 以非住宅物業的稅街去計算印花稅 那由於非住宅物業是沒有第二名印花稅 和海外買家印花稅的 那所以如果有交到這兩種稅的話 都可以退回 那但是很多人都會問的 究竟不適合居住有沒有一個明確定義的呢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兩個來源 就看到不適合居住的定義 如果根據英國稅務局的定義 不適合居住的定義是包括 存在物業存在結構性問題 有高水平石面 受輻射污染 牆身有倒塌危機 要存在危險 地方政府已經發出了禁制令 限制住戶的使用 那但是呢 我們也是從另一個來源 就找到不適合居住的定義了 那就是英國的防谷法 那英國的防谷法呢 目的是保證住戶 或者住屋的安全和衛生就符合最低的標準的 那如果根據防谷法的定義呢 不適合居住的情況就包括住宅需要重大維修才可以居住 結構不穩定啦 嚴重潮濕啦 來去水或者是主食設施不完善 沒有良好的通風或者自然缸 那如果你的物業是符合了上面某些的情況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用非住宅物業的稅階呢 去計算印花稅 從而獲得退稅的了 那而且不理公司持有 或者是個人持有 都可以申請的 那我之後就講一講 用不適合居住 理由申請退稅的例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 那長腳的油漆呢 和批檔呢 都是嚴重剝落的了 那我們看看右手邊的那幅圖 那我們用濕度的量度呢 濕度是999 那就是說地面的濕氣呢 已經嚴重滲透到牆壁之內的了 那如果在這個概念裡面呢 其實很多幅牆身呢 都有這個現象的 那在這個情況呢 如果根據英國的防護法呢 是不需要居住的 那所以我們都用這個原因呢 就成功申請了退稅了 想問一下這些 是不是通常都找個驗樓師 出份報告給你去幫你 就是支持那個退稅的申請 最好就有了 可能是surveille report 或者是可能要一些 執漏稅公司出個report 或者出個quotation 去做個證明 嗯 這個 第二個弟子呢 就是說這個個案裡面呢 天花呢 是有嚴重的漏水的 那而且屋裡面的濕氣很重的 那牆身呢 都有嚴重發磨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都可以成功申請退稅的 那第三個案例呢 就是說這個客戶呢 買間屋回來的時候呢 也都是很陳舊的了 那屋裡面的排水系統呢 是嚴重於深 那來水的水力呢 都很小的了 都不能夠正常使用 那要更換到喉管的了 那在屋裡面的電線呢 也都很老化了 那電工呢 都發出不到這個電力安全證明書 那需要重新拉線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都以不適合居住的理由呢 就成功幫客戶呢 申請退稅的 那最後一個案例呢 就是說呢 那間屋的木的結構呢 就被白毅呢 就嚴重侵蝕 就產生結構上的問題了 那最後都是成功申請退稅的 那其實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情況的 那上面的一些例子呢 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簡單來說呢 如果你買一間屋的時間呢 是需要一些比較重大的維修 才可以安全和健康地居住的話呢 那都有機會符合不適宜居住的定義的 那現在我又講一講呢 那現在呢 以根本自住物業理由 退稅的實例了 那這個故事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呢 那個主角呢 就是陳生和陳太 那陳生呢 就買了一個英國的自住物業 那之後他三年之內呢 陳太就出售了他名下的前自住物業 那在這個個案裏面呢 雖然兩個物業呢 是不同的持有人 那但是因為他們夫妻關係 那所以呢 可以用根本自住物業的理由呢 申請退稅 那另外呢 原來陳生呢 還擁有其他收藏物業的呢 那不過呢 他買入英國物業的目的呢 是根本他的前自住物業 所以呢 所以呢 就算陳生呢 就擁有其他物業呢 都不會影響他申請退稅的 那另外有些個個的業主呢 就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超過了三年之後 才可以出售他的自住物業 那但是由於這個是一個不可抗議的因素 那所以呢 雖然超過了三年才出售 那最比呢 我們都是可以成功幫他申請退稅的 那第二個實例就是說呢 陳太呢 早前呢 就已經出售了他的自住物業了 那之後陳生買入英國自住物業的時間呢 由於他擁有其他的投資物業 那所以他買入英國物業的時間呢 就給多了3%的第二美元花稅 那但是由於陳生買入英國物業的目的呢 是根本陳太賣出的前自住物業 那所以最後呢 我們都可以成功幫他申請到 退回3%的第二美元花稅的 那接著我又說一說了 預期申請獲批成功的案例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陳生買入英國物業之後的3年之內 就出售了他的前自住物業 那但是因為不記得申請 那所以在出售物業之後 超過了一年才申請退稅 那英國稅務局呢 就反對了他的申請的 理由是預期申請 那但是最終我們引用了一些 可以延長申請期限的法律條款 那成功幫他申請到退稅的 那第二個例子呢 都是相類似的 那陳生是海外買家身份 那所以他買入英國物業之後 幾一年之內 是住滿英國183天 那但是因為超過了那個申請期限才申請的 那同樣地呢 是被英國稅務局呢 反對了他的申請的 那我們都引用了一些相關的法律條款 去延長申請期限 最後也都可以成功幫他申請退稅的 明白 似乎有不少地方都可以走棧 都可以 就是要給我解釋都有機會 就是得到他們的接納 是啊 當然要有適當的解釋 那但是同一時間呢 是引用一些法律條文呢 是跟他做一個申請延長 是完全可以申請的 那最後呢 那我就講完 就預期抵達英國獲批的成功實例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陳生、陳太是海外買家來的 那他們聯名買了一個英國物業 那陳生在買入物業後的半年之內 就成功抵達了英國的了 那符合了退回海外買家的法律條件 那但是陳太呢 就超過了半年才抵達英國 那並不符合那個退稅條件的 不過呢 由於他們是夫妻關係 只要呢 符合某一些條件呢 其實他們仍然可以全數 退回海外買家的法稅的 那簡單來說呢 如果是夫妻聯名 就是買入物業 其實呢 只要其中一方 買入英國物業之後 的一年之內 就要駐滿英國半年 都有機會退回海外買家的法稅的 那有些人都會問了 那如果跟之前的例子是相同的 但是呢 物業只是陳太單名持有 並不是亂名 那陳太就預期帶來英國的話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退稅呢 那其實呢 英國物業引發稅的角度呢 夫妻是一個整體來的 所以呢 但是呢 理論上呢 只要陳先生滿足了 買入英國物業之後 一年之內 駐滿英國183天的要求呢 就等同陳太就同樣滿足了要求的了 那不過呢 因為我們手上呢 就沒有這類型的個案在手了 那所以我只能夠說 理論上呢 是可以的 明白 那由於每個個案的情況都不同了 那如果想了解自己那個退稅 自己那個情況是不是符合那個退稅條件呢 那可以在胡思轉介的連結那裏 留下連絡資料 還有查詢 那我收到你的資訊之後呢 我們會盡快聯絡你 是的 多謝Eric 今天很詳細 我講講胡思轉介 那這個網址 就可以在這個畫面上面 那就可以去refer.wuc.pro 那就可以見到這個 是轉介的網站 大家記得提起這個 離任退稅 然後呢 就提供你的電郵地址 姓名 電話號碼 還有就是最佳聯絡方法 那Eric 他們就會很快就會聯絡你了 問清楚 究竟你的情況是怎樣 也會再了解一下 究竟你的個案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退稅 那你如果真的退稅的話 那就是 本身的資訊就是免費的 那你如果覺得都有機會退稅 那Eric 他們就會幫你忙 可以這樣說嗎 Eric 是的 沒錯 是的 還有什麼補充 暫時沒有了 謝謝 謝謝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關於退稅的問題 可以直接在胡思專家網站 直接留下你的問題也可以 或者留下你的聯絡方法 等Eric聯絡你才提供資料也可以 今天時間就講到這裡 麻煩大家離開之前 先按LIKE 如果還沒訂閱胡思頻道 按訂閱小鈴 拜拜 拜拜